好,这一集原本是要从由Jeff来讲的 因为他今天突然有事情 所以今天就换我讲 那我今天会带来分享的是 NGXS跟WebSarkey怎么用RXS去控制 事实上我今天要分享给各位的 这是我们之前AngryAttack在做的一个专案 那时候在做一个作品 先带给大家看 它的主要目的是 它是一个OBS的远端控制的一个界面 OBS它有一个功能是可以用WebSarkey去控制 所以如果说有在玩直播的 有想要用远端网页方式去控制的话 其实它可以用WebSarkey去控制 那这一套WebSarkey的套件 它里面基本上指令还蛮多的 它可以用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指令基本上它可以控制到很多东西 像场景的切换或者是Source的隐藏 或显示 都可以用WebSarkey的方式去控制 OK所以我看小LOC OK所以这个是WebSarkey的画面 然后 OK这一个是OBS的画面 所以OBS当你转完套件的话 这边有WebSarkey Server Connect 然后它可以做连线的动作 然后这边按Connect的话 它就会取得画面上面这些资讯 例如说我切换的时候 这边会跟着切换 然后这边如果切换的时候 事实上这边也会跟着切换 好这个是透过WebSarkey做沟通的 那底层的资料的 状态管理就是透过NGX 来做管理的 所以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一个作品的里面实作的方式 好所以我们要看成 以程式码来看好了 程式码的部分我们来分成说 在画面上面看到一个login的部分 那login的部分它会做什么事情 它事实上 它会 从Sarkey的部分开始看好 WebSarkey事实上 在RXS里面有一个WebSarkey的Subject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连那个WebSarkey的话 事实上你就可以从RXS的WebSarkey这里面 把WebSarkeySubject叫出来 然后你就把它New出来 后面这个就是WebSarkey的位置 那New完之后 事实上后面的操作就变得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所有的行为 都可以用Next的方式去做传递 所以你可以把WebSarkey接受的指令 用Next的方式把它传给它 所以就发送回去 那当然WebSarkey它会把讯息吐回来给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把它接收起来 所以它接收的位置在 所以它接收的位置在 它接收的时候 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了 它就可以直接把东西串接回来 然后它就可以收到 收到 所以RXS要包WebSarkey的部分 事实上它就没有很多功 它就只是用一个Subject固件把它做处理 这部分就是RXS在包WebSarkey的方式 另外一个我们又使用到的NGXS NGXS它是一个应该是说 Reduce的观念然后重新用RXS的方式去写 它的架构比另外一套干净很多 它事实上它就只有两个档案 一个叫做State的档案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Action的档案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 它事实上只有一个State的档案而已 因为它State跟Action是写在一起的 好举例说 例如说这边有一个OBS.State 然后它透过Decorator的方式 去定义State的初始状态值 然后下面的class里面就是定义 它里面可以执行Action有哪些 所以这个 然后这种写法就很像Service的写法 那注册方式就很简单 就是在APPModule的部分 使用NGXModuleForRoot的方式 把你要注册的State 注册到State里面去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官方文件的话在这里有一个 它有写一个DBook 把它贴到聊天室里面去 那从这边看的话 我们可以从Concept这边来看的话 它总共有 会看到总共有四样东西 可是我们在写的时候 通常是只有后面的三样而已 例如说 以最开始的State来讲的话 State最干净的写法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会定义用一个State Decorator 然后后面这个行别是描述你这个State的状态 例如说它这个是一个State的array 所以当然它的Default就是一个空的array 这个Name就是State的名字 所以要读取它的时候 你就会是State.animals 然后就取到这个Default的字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跟其他的Service做创接的话 就是用DI方式把它租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又有提供范例说 如果说要写一个简单的Action行为的话 你会定义一个Action的Class 那这ActionClass 基本上就有点像去定义那个Type的感觉 它就是去定义说 我的这个动作行为是什么 然后它透过Static 就用那个Type去把它做区分 所以它在这边就会有一个Action的Decorator 把它要传进来的Action的行别放进来 下面就是Action本身的实体 然后这边有一个CTX StateContext StateContext有几个方法 它又可以取出来目前 当下State的状态 然后也可以用SetState把状态更新回去 它当然也可以做Dispatch另外一个Action的行为 好 那Action行为当然Return的时候 它是一个Observal 所以你可以在后面去接到一个 更新完State后的State的值 然后用Observal方式去做团结 OK 如果说当你要传其他资料的时候 其实上次就是在New一个Class的时候 把资料传进去 那剩下的新闻就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边就可以有 以这个翻译来讲的话 它是传一个ZblockFood 然后Action这边就会有ZblockFood的这个值可以使用 所以State的部分 基本上操作方式都差不多了 好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说它是使用一个Return的方式去做处理 那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这个底层的实作都是用RXS去实作的 所以它当然可以跟RXS的一些Observals去做整合 然后以这里翻译它是一个HTTP的API呼叫去做整合 OK 好 所以 这张文件写的蛮仔细的 那后来它有一个Slate的部分 Slate要用到的行为就是在 我们在Component想要撈资料出来的时候 就会用Slate 这个Decorator把它资料撈出来 那当然不用在Constrator把Store抓进来 然后这边可以用Slate的方式直接取得Store里面的各个State的状态 然后新版的它现在允许多了一个可以让你从不同的State 取出来的做Mapping的动作 产生另外一个Slate 那这个变化性就会比较多 那当然还是可以直接注入一个Store的物件 然后从这边去做Slate的动作 这个行为是可以的 OK 这个Tecor Memorize 这是为了效能就是Cache的意思 所以 基本上它的NGX 在使用上面就是还蛮单纯的 它答案没有散播很多 它就基本上集中在同一个答案里 就用管理 所以回来在专案的部分 这个东西我总共分了 因为它总共会有分了几个场景 那我主要要进入点是OBS 这个 可是你看我这边还多了一个Trojan的部分 那所谓的Trojan是 因为我的 这个State的内容 资料结构可能很复杂 它可能会多好集成下去 可是如果集中在同一个 里面去操作的话 变得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可以透过Trojan的方式 就是把比较复杂 就是比较 往下跟往下的资料结构抽出来 变成独立的一个 State管理的Class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Slim state Source跟Transition state Slim state的话它就是很单纯 去负责自己 我麦如你怎么知道把他们煮来吃 我麦如你怎么知道把他们煮来吃 蛤 它是共享后的 好看起来不是 好那我们继续 所以它因为它用这样的方式 它可以把它切开来 所以当你一个总的 资料结构很复杂的话 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分别 分开的处理 那当然 资料在留的时候 是每个人同时间都会存取到 好那 就以OBS state的来 这个状态来讲 它的初始是一个 嗯 connect 看一下 login OK login的动作是一开始在按 确定 应该说按 按下连线的时候它做的实行 它是做了什么 它是dispatch OBS connect的行为 然后根据画面上的host 跟port value去做连线 所以OBS connect这个行为 就会回到 这里 OBS connect的动作 好 所以这里会回传 这里 这边就会收到 Action里面的host 跟port的资料 然后它就会触发service Service 就是OBS service 的connect行为 好 那 Service connect的行为 是做了什么事情 它做了 它会起始 代表说我要开始去接收 所有跟OBS做连线回来的资讯 它会重新去做接收的动作 然后它也会去创 去直接发送一个 有点算是ping的行为 它会去pingOBS说 有没有活着 那我们来开始沟通吧 所以它会去做一个ping的行为 那request 这个是因为 在定义界面的时候 它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沟通讯息的格式 所以它必须要 给它赋予一个 类似请求ID 然后请求ID 只是一个类似 抽号码牌的意思是说 我这个命令送出去的时候 然后可是当你回复讯息的时候 它必须回复 必须要跟你讲说 这个回复的这个回应 是根据哪一次的 请求产生的结果 所以它需要有一个ID 去做对应 好 这个是OBS WebSarkey在处理的时候 它的沟通形式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们自己在写 跟不同的WebSarkey做沟通的时候 协定搞不好不一样 所以这部分就是自己在处理 基本概念是这样子 反正你送出去的格式 跟回传回来的都是透过Next 或Subscribe的方式做取的 所以Robin事实上很简单 它就回答了 所以 再来就是 那我取到资料的时候 我这边会做什么事情 我这边会去做 我会Dispatch另外四个动作 当我联系成功的时候 我会去做这四个动作 那NGX的里面 它还有一个功能 我可以用正列的方式 把我想要一次完成的 的Action 一次丢出去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丢 那这样子的话 就同时就会打到 相对应的部分 所以Connect的部分 它会长这样子 那我这边就是 就只是一个Subscribe行为而已 然后我再把结果在Dispatch 到另外一个Action里面去 其他行为基本上 就差不多是长这样子 那说比较特殊的是 假使你的Action 如果是要同时间操作同一个State的话 就必须注意它要有先后顺序 不能同时间跑 同时间跑的时候 你会把 或资料会互相盖 所以必须是要一个跑完 才能跑下一个 但是如果说你是操纵不同的 不同的State的话 就没差 同时间跑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对吧 到这边 针对那个 ng-access的部分 有什么问题吗 那继续下去 所以 在当初在写这个 就是参加那个ng-attack 在写这一段的时候 在 一开始在摸索 在摸索ng- 应该说 模组这种资料管理 就是这种状态管理的 形态的时候 花一点时间 因为它的 资料流程 跟我们一般在写Service 在串资料流程 有点不一样 那 可是当你写完之后 加你要加任何功能 事实上都变得非常简单 因为你所有行为 只要思考说 我现在这个动作 是应该要去触发negation 然后我的component 只要去监控哪一个 资料 就 资料 资料的 我要去 显示哪一段资料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对component 来讲它的行为 会变得非常的单纯 例如说 例如说 我的画面上面 当我在切换场景的时候 我希望它去做变化 事实上 这里的部分 我只有做什么事情 这里是用ngmodel OK 我这名是直接去取物件本身 然后去用voletchange的方式去做穿接 所以当我按下任何的选项变更的时候 它会去触发voletchange 那voletchange的话 它当然就是 OK我取到这个词后 我是决定说 我要去 去执行哪个action 这样就可以 那剩下的部分 就后面会自己把它串起来 这个是 使用 类似redaction 方格的部分 所以你在component 如果说真的有在使用的话 你的component 应该会 像这样子 这么干净 它不应该有一些 其他有没有的东西 画面上面所有的 所有的动作 或者是显示的资料 都只能透过action 或select 来做处理而已 OK 我想问一下 你们有人在自己的案子上面 使用过像redux这样子的状态管理的套件吗? 我之前还在有一段时间写react 然后在写自己的side project的时候 有用过redux 可是没有在angular这一部分 用redux 对 因为react 用redux不得已 它就必须要那样子走 不然会很管理 对 对 对 我知道 就是 这个 这种模式在angular下面的确是 它需求性的确是比有那么大 那但是如果说像你这种行为 比较复杂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使用这样子的模式 在管理你的 的动作跟状态的时候 事实上会比单纯使用service 来的简单一些 我虽然出席在写的时候会很痛苦 应该说你观念思考方式不一样 但是到后期你要加功能进去的时候 速度会比单纯写service来的快 尤其是当你是跨恐怖能显示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指说 因为 例如说我的场景变化的时候 我相对要取得的东西是有包含什么 我场景改变的时候我的source也会跟着改变 那source的状态如果说改变的时候 或者是我这边有新增删除的行为的时候 我的画面上也要跟着改变 这个行为如果说再更复杂一点的话 包含说我想要针对某一个source做专长行为的变化的时候 当你的状态越复杂 或者是状态跟状态间的牵连越多的时候 有时候service管理会变得很复杂 然后使用这样的模式会变得很单纯 因为把所有状态 有点说你先把状态厘清清楚之后 然后反正发生什么事情 它就固定走哪一条路 然后反正也没什么太大的意外 所以使用 使用Reduce风格的 的确是需要特殊的情景才会去使用到它 把一般前行使用service就够了 像这样可以专注在一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写测试会比较方便 测试吗 我看我这个没有补测试 我这个好像 等一下我看我这个有没有写 我这个没有写 这个没有写 因为这个是黑客送的 整个功能我大概花13个小时写完了 好感好快 就是那个状况是怎样 它是两天礼拜六礼拜天 然后你们礼拜六早上起来10点 然后说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决定完之后才下去写 然后又遇到母亲节 所以基本上那两个周末就是 就是断断续续再写 所以这里切换 然后这里切换 跟开始录影结束 这里的部分都会跟画面上面做联动 然后即使我这边去做修正的时候 即使我这边去做显示的时候 这边应该会跟着显示 然后这些画面如果你自己 你要说我第一次在写这个 第一个区块的时候 我花了比较久的时间 什么意思 接到画面吗 什么意思 人不多有点多词一句 你说这一个吗 还是什么 不是很懂 那为什么要写这个 原因是因为假如说你是在用笔电做直播的时候 你当然不可能用笔电 边直播边切换OPS 然后做转场的设定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透过像平板 然后开网页出来 然后就可以用平板的网页 或第二台电脑的网页来控制你的直播转场画面 所以才会有这种东西存在 那目前如果说你是双音 那不会有这个问题 可是如果说你是 笔电直播 那这个就会用得到 喂 你好 我是想 上面那句话是说 那个NGXS 人不多的时候 用起来好像有点多词一句 人不多的时候 就自己用的时候感觉好像 就多几个步骤这样 他那个跟人多不多没有关系 人多的时候流程感觉会比较干净一点 应该是看你 应该是看你目前手上那个东西的 的复杂度 就是他的状态复杂度 就是他的状态复杂度 来决定他是否 如果说你状态够复杂 然后你觉得说写 单纯使用service来做管理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的时候 那就可能要考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管理 怎么判断这样的复杂度 怎么判断这样的复杂度 就根据 你 你写到后面会不会自己乱掉 那刚那个OBS是 有办法接到他那个串流的画面 你说这个画面吗 对对对 真的没有 他没有丢 他没有丢画面出来 他这个都用指令去控制而已 他不会丢画面出来 了解 对啊 因为你要看画面就看 像如果说你是串流到YouTube YouTube有自己的后台管理 他会有你的那个preview画面吗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看你的串流输出结果的话 那我介绍你另外一个叫做MDI的 那你使用MDI他就可以输出 你目前画面上的结果 你看 他有一个 类似像这样子monitor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到 然后 你有monitor的时候 基本上你这边就可以看到你输出的结果 如果说你要真的看preview输出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样子工具去做观看 嗯了解 那我是想说有没有办法直接接到他的串流的资料 就直接当做一个直播平台这样 那用途不是做那件事情 他这个web socket 事实上他不是在做那件事情 所以你没办法取得他的那个串流资料 OK OK 谢谢 那如果你真的要串流资料 你应该是架一个那个 那叫什么 你应该去架他有一个 你应该架一个那个串流的那个stream server 应该叫做rtmp吧 应该叫做rtmp吧 你可以用那个 有一个软体去架那个rtmp的那个串流server 然后去直接从那里去接就可以 通常不会用网页方式去接 那个延迟会很差 写到后面再转这个 可以啊 只是说你原本 就有点像是你把 已经打结的那种 线 然后一条一条再把它解开 再把它区分出 那当你只要有连贯性的时候 就会 就会用到这个东西 或者是很多 很多状态都可能 他要看你的那个状态 如果只是一般的网页 因为它是 它只是CRUD的话 那基本上你是用态道这个东西 因为ANGUA搭配RX的话 基本上可以完成所有事情 就是 reuse the component state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意思是说 我有一个 它应该叫reuse component 它应该是说我有一个NG module 它是一个类似共用的模组 那我想把这个公用模组的资料 它自己公用模组自己本身 就有一个state的管理 那我想把这个state管理 跟我现有的state管理 整个merge在一起的时候 事实上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NGX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for feature 现在很多都有 它有一个叫做 for feature 的那个 input方式 它有一个for feature的出入方式 所以在你 你的 你可以要抽换的那个NG module 里面使用这样的方式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夹到任何 有使用 使用那个这套管理工具的 的那个state的那个里面 那另外一个好处是 因为它本身的实作 它也有支援 你也可以使用那个 NGX的debug dev tool 你就可以使用 一样是可以使用这套去观 观看它的state的变化 反正这种东西就是看 看情景 你等它情境对了 你自然而然 就会想到说 你使用这个没有问题 对 那 我会喜欢 另外一个我选这套的理由 是因为它回传的结果 也是一个observable 所以我可以做 做一些比较 额外的事情 例如说 以dispatch来讲 你看它的行别 它是一个回传的 observable的东西 那我在这里接到的 那我在这里接到的 我在这里接到的那个state 就是我目前这个 目前这个store的最后更新结果的state 那这样就可以再做 做一些衍生型的变化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喜欢 会选择这一套 来使用的原因 不好意思 Kevin我想请问一下 可是有没有情况是 你在这个专业里面 你没有把它放到 NGXX里面去处理 然后直接在component里面 把这个UI的变化做掉的 我想一下 就你觉得可能没有必要 进到这个管理里面 没有 目前 这个来讲没有 嗯嗯嗯了解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就很单 就是 这一 那个画面的功能是 很一致的 所以这个 没有一个是 应该是没有 我记得没有 了解 了解 那我确定一下 我看一下 好像没有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 OK 好谢谢 但是你的 你讲的那种情况 的确是有可能 发生的时候 只有某一部分的 情境很适合 但是其他情境 不需要的话 那当然 你是可以分开的 没有问题 嗯嗯嗯嗯 那其他人也要可以操作 反正如果说我要取到 那一个特殊情况 要用的东西的时候 我再 我再用 把一 Store注入器 来去使用它就可以了 嗯嗯嗯 那因为Store本身 它也可以跟你的service 做也可以注入你自己写的service 所以你也可以用这样 你也是可以跟你其他没有使用 使用 那个 那个 NGR access 来做管理的 那些人 的资料去做沟通 是没有问题的 要解 写起来就跟你写service 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你会跟他 刚刚从那个 程式码一看嘛 他有 基本上你看嘛 他就是一个class 那就是多一个 宣告的部分 那他也有constructor 注入文的部分 那 写法的部分 那 然后这边就是 RX的写法 哦 NGR access 对啊 很难念 反正你就是这样 你 我觉得你两套都可以试试看啦 因为 NGRX 但是毕竟他要写的档案还是比较多 例如说 他有自己的reducer的档案 他有action的部分 然后你还要有一个affet的部分去做处理 对 对 他的action和affet 是拆开的 那 NGRX 他 他 档案结构比较单纯 他就事实上就是一个 一两个档案而已 我分 方两个是因为我一个只是定义action的状态 那state的部分 他就只是单纯一个class 所以他state action跟affet的部分全部绑在一起 那有些人不喜欢这样子 有些人喜欢这样子 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 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观念都一样 对 我不喜欢mobox的原因是 因为他去对我的HTML动手脚 我觉得他多写东西了 你看哦 我说他我不喜欢他原因是因为 他必须要加这种事情 我必须在我的template上面去加这个东西 他才能跑 不然我就得手动送 然后他的理由是 你不需要NG这种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去 打到NG这种做的事情 然后 说这样效能会比较好 但事实上 等我们能把NG这种效能搞烂了 那个专案也非常庞大 就这样子啊 他就很喜欢得 我是不喜欢这样子的写法 我认为这样子的写法 对 对 如果说你还要跟其他的设计师配合的时候 他会觉得很困难 我是认为这样子的行为是多余的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喜欢用他而已 概念是不错啊 他主要目的也是要简化 那么多BalletPlay的状态 那BalletPlay的状态 后来就该介绍这一套NGXS 那 我就写起来还OK啦 还算稳定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文件也算清楚 那坐着还是有持续在maintain 倒出少数箱子 有吗 Sullet部分应该没问题啦 Sullet部分就很单纯 OK 那 你们有 你们后段有用 用那个 有人开始写那个SP.NET CODE了吗 有还是有人写过SP.NET CODE 那你有写过 打内扣的那个Single R了吗 OK 就 这是衍生的呢 有JQuery的那个 好 我为什么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新的Single R的原因 是因为他不用挂JQuery 然后写下也很干净 给你们看 嗯 不知道怎么看 哦不用 不用挂 新版的J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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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需要挂的 OK我这里是 OK直接看 所以这个是新版的 SB.NET CODE 然后这个是只有 只能跑在SB.NET CODE 上面 只能跑到那边 其他地方都不能跑 好 OK所以他 这是Connection的用法 你建立一个 使用一个HUB Connection Builder 去把它建立出来 然后HUB UIL 就是你Single R Server的UIL 然后当然会挂一个HUB NAMP 那HUB NAMP的部分是 你这边就会有一个HUB NAMP 所以你的主机名称加上你 后面这个就是你的HUB NAMP HUB NAMP HUB NAMP HUB NAMP的名称 然后就是连到 看你要连到哪一个 就是哪一个 那建立完之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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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是 遇到完之后 就把它 就启动它就可以了 那启动它之后 它就会整个就联系 OK 如何 跟Server端去做沟通 它就是有一个注册的MASER 跟一个呼叫MASER 这边的做法就跟第一代的Single R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是没有改变的 那唯一差别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一代的Single R是不需要 JQuery 不过没有意义的话我这边是没有JQuery的 好那你只要载这个东西进来就好了 我现在如果能 我转按基本上都不挂JQuery进来 好那后 这是前端的用法 那 那 这个 UnMASER 跟Invoke MASER 的方式应该是 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那 后端的写法 后端写法 其实上也很单纯啊 那你就start 起来之后 你就 你就要把Service.A的Single R 完了之后 你就use它 用Single R 用Single R 然后这里是用Single R 然后把HUB的名称放进去 那这边就是一个Rod.MapHUB 这里有ActionHUB ActionHUB就是你可以定义 一个HUB的状态 对 我觉得它后端写法变得比较单纯一点点 大家给你看一下 所以后端的部分它就是我去定义一个ActionHUB 然后继承HUB 这个形别 然后里面的话我就会有 这个就是你可以invoke的Messor 然后这完了之后你就可以send 这是onMessor吧 所以你这边就是on哪里的Messor这样子 所以你就单纯建立这个 这样子的HUB 然后再跟它说 你这个HUB到底是要给它哪个网址 你要给它哪个网址 那这样就好了 这样子就OK了 那其他的部分 像你如果要取得连线ID 然后你要做group的部分 这里 这个处理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注册方式 只是注册使用方式有点差异而已 然后这里我有使用agir的single r service 这是preview 所以不要理他 这里如果不这样子用的话 你这边就只是变成是use single r 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觉得USP.nicl 新版的写single r服务变得 简单纯很多 然后我目前在写的过程中 没有像一代第一版的状况那么多 如果有机会这个是可以玩玩看的 大致上是这样子 哦那就很好用啊 很好用 反正它有点像 它可以 我觉得它可以取代那个 那个cute 那是序列的那个服务 如果你要及时的话 好 因为它是ASP.nicl 你可以挂那个 你可以不用挂AS 你看 你搞不好可以用更轻的 像all win的话 你还要挂很厚 搞不好可以挂更轻的 像 像我现在目前这个在run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而已 我后面就用all win挂一个 那个cancel的程式而已啊 哦对啊 像这一样啊 你就打那里 就直接 直接包那个 直接用dannay run 就可以了 那就这样 run 跑的慢是我电脑慢的关系 不然它事实上 它又要连其他地方 不然它就是 dannay run 它就是这样 run 也不用IAS 这也不是跑IAS 因为一代在IAS上面 有很奇怪的 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知道 尤其是webshark的部分 对啊 有啊 那个我也被搞过 可是说明明挂上去都没几个连线 然后 Knighter的连线全部当掉 是的 是的 然后反而用all win 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因为它在处理连线的那个方式不太一样 还是用明连线的启动会比较干净 对啊 所以这个是这个 然后 另外一个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之前写的一篇文章 就是 整合 Firebase认证跟后端的认证 有人有看过那篇文章吗 有人有看过那篇文章吗 这篇 这篇的做法是 因为如果说我们要整合像Google Gear Facebook这种 登录的时候 自己时速会变得非常麻烦 因为那个 它那个token交换的模式会变得非常复杂 而且如果说你要自己写后端 然后你又是前后端分离的时候 那又更痛苦 因为它的交换行为是 多次的来访 那个多次的行为 所以那个有时候变得非常不好处理 那这时候透过Firebase的那个 验证功能的话就可以省掉这件事情 那基本流程是这样子 所以是先透过Firebase去做认证取得token之后 再把token交给后端去 然后端如果说要去认证你这个token是不是对的 再以后他去问Firebase说 你这个token是不是合法的 如果是合法就让你过 所以它有点是中期的部分而已 那因为这一样是DNADCODE的部分 那DNADCODE里面它的那个验证功能它有 可以让我们去写一个类似 ZWT token的界面 那由于那个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之前 我查到版本 会有问题 所以我现在找到另外一个套件 那这个套件事实上也是在做那件事情 因为整理完就很简单了嘛 然后就只要安装完 基本上就照着这篇文章做了 就是安装完之后 在STAR里面去做这行设置 然后完了之后就OK了 然后下面就是use 然后后面行为就跟你一般的验证行为是一模样的 就变得很判存 请问一下这样子是可以绑权限进去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 所以因为它的I 等下我给你们看 是因为事实上它在 在验证的时候 它会有个类似 那个 维一子的identity的ID 然后它会有ID 那你可以透过ID 当作它的身份的维一子 那个是Fibase Fibase本上它就是这样子的机制 它就会有ID 所以我换一下找效 找一下 OK 所以你取到的资讯 等一下我找一下 你拿回来的资讯事实上里面会有包含这些东西 像UserID的Name 然后或者是它有的那些相关资讯都会有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些资讯自己去建立一个 例如说你的使用者的资料库管理 或者是这边就是接那个identity的部分 是可以两个串接在一起的 嗯 那相关的资讯在Token里面都会有 嗯 了解 那后面这个做法就跟你identity那边的权限管理事实 就可以接起来了 至少说前面登录的部分就少处理很多 就是透过Fibase去做处理 就很单纯 还蛮也没有单纯啊 那时候在整理的时候也花了一晚上时间去弄它 然后全部重点都是卡在 这个地方而已 那如何拿Token去跟Fibase验证这一块而已 所以 基本上这篇文章照着跟着做应该就可以做得出来 好 就这样子 有问题要问的吗 如果不是透过Fibase它是透过一些第三方Google登录的套件有办法吗 第三方 你应该道理是一样 原理是一样的啦 例如说如果说你想要用这一家的 我觉得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反正你只要能拿着这个Token 去跟 跟帮你做 帮你做登录的那个人去说 我这个Token是不是合法的 那就好 因为这个流程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意思 像有一些很多人自己包一些Social Login的 Library出来给别人用 那样的也是算OK的吗 我是不建议使用 理由是因为它 你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做什么事情 如果说你是那种第三方 不是大厂做的那种东西 可以用啦 但是如果说你针对在那种 像这种前后端分离 然后前面是SPA的这种架构的时候 我目前还找不出的方法可以让它很顺利的做完登录的动作 就我还没找到方法可以做那件事情 我原本一开始想要那样子做 但是我找不到 我目前是套这一个套一套的时候就 是可以用的 哦对啊因为它帮你前面先做掉啦 比如说像这样的也是可以跟后端的绑在一起 哦当然可以啊 可是它那个Token 会一定过期的时间 那个有办法处理 Token过期你就让它登出啊 因为我们 因为Fibase事实上它本身就有那个检查的机制 就是AngularFibase它里面本身就有检查机制说 你这个Token是不是Espire 如果说是Espire的话 你就可以透过那个 不是有个路由的 Guard所谓的这个功能吗 嗯 然后你就说啊如果这个User不是登录的话 就把它转掉就好 然后因为我使用的是AngularFibase 那它底层那个检查 事实上它本身就会去检查这件事情 它那个检查是 如果一直有在使用 也是时间到就会登出了吗 它会有一个Espire 对看它检查柜子是什么 可是到底说一直有在使用的话 不是不会断掉 是闲置 它其实 它在取的Token 我们现在 通常我们在取的那个Token 它一定会有一个有效期限 所以你即使一直在使用 那它的有效期限 事实上它还是会有一个期限在 你总不能一直 你不可能连续挂在上面挂好几天 所以你要 基本上是要看它底层的 那个验证规则是什么 那这种部分应该都有10座才对 可是它这些我记得它也只是包 但是帮我包好而已 我记得它这也是包一个G 对啊它包这个 那我不喜欢用这个原因是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把 这些API Key 在前面藏起来 前端应该藏不起来吧 可是它前端没有藏CQ Key 它没有用到CQ Key 你这里一定会有个Provide Key啊 这个Key有什么重要的用途吗 没有啊 只是说你先 有些先在Gee Hub上去 它会跟你讲说 你有放什么API Key上来 很烦啊 是不重要 但是它就会出一些这样的东西啊 对啊 对啊所以 就有时候会不小心烤蜜进去 可是Biobase不是也要放TG上面 你说哪个 Biobase的那个套件 对啊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处理那块 可是这个前端应该很难避免吧 是啊 可是应该有一些方法可以把它避开 例如说 我在Commet的时候 不要把这个资讯放上去啊 然后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去做处理 不然我是在想到底要怎么处理这块而已 我喜欢 都要讲 我现在 到我之前 有时候 我会想到 我自己有点 我会想到 我可以想到